以下节目是由菩提禅修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商界总横 在这一节的商界总横 我们首先会看一段金菩提禅师 为大家介绍禅语法 那到底修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然后修法的作用在哪里 如何使大家身心感到舒畅 放下执着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以下的片段 中国古代有一个很著名的得道者 我们都称一下老子 就是有人问什么是道 老子说真是好难说呀 这个道可道非常道实在不好说 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是最后还逼得挤出来几句话 真的不好描述 但是禅呢比道里的那个道更容易一些 我们先把禅的这个概念 先用一个形象来思考 就是坐在那里 轻静下来 这个动作大约就叫禅 我们先有这个形象的记忆 我们先有这个形象的记忆 之后这个禅呢 又分出了很多不同的 内在使用的方法 我们现在这个门派就是观想式禅 我有所想象, 因为这个人有点聪明, 除了身体有很多动作之外, 有思考, 但是思考之中, 绝大多数的思考是形象式的思考, 形象式的思考, 所以我就利用好形象的思考, 来修缠。 我们经常用慈悲, 光, 这样的思考法。 观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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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又分出十多种不同的, 我们有自己独特的观想, 更加开放, 更加健康, 不容易出问题的, 但是再深入, 再进行研究下去, 也有站着修缠法, 今天我们教授的大光明修持法, 我发现, 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帮助, 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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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国的医学说, 通畅的话, 就不会痛, 疼痛的话, 就可能因为不通畅, 痛则不通, 所以我们用站着修, 但是我们的站着修和坐着修的结合, 但是我们的站着修和坐着修的结合, 现在还有结合了走, 加强了八卦内功, 那这个还远远不够, 还要因为对健康问题, 我又教授大家礼拜法, 我们当进行叩头礼拜的时候, 是把自己的傲慢心, 自我的傲慢心, 和自我强烈意识修掉的, 所以在过去的 过去的学习和传承的过程之中, 通常学生必须要把自我的强烈意识去掉, 你会把自我的强烈意识去掉, 你会把自我的强烈意识去掉, 你能把自我的强烈意识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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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状况就会自动地 把师父所传授给你的东西 会过滤掉很多。 但是在修法之中, 在禅法之中, 你的老师父, 他的智慧比你高很多。 所以一个学生, 用学生的思维去衡量老师的时候, 应该说自己是错的, 学生是错的,老师是对的。 虽然老师是对的,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高的智慧, 所以不一定理解了老师的正确。 所以你排出去的, 可能正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所以在修法之中, 我就传授给大家, 我们有礼拜法, 无体投地, 去恭敬师父, 故意失去自我的执着。 我们的禅法综合起来, 来让自己, 来让每一个人, 能够得到最好的, 这种知识和能量, 还有智慧, 以解决大家, 各个人的需要。 看完了金菩提禅师的禅语法片段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看, 普提禅修二月份的活动。 Milpeters白连禅堂二月份的活动包括有, 2月11-17日开设晚间八卦内功班, 周一到周五的课程是晚上7点到9点半, 周六的课程是下午2点到4点半, 星期天的课程是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半。 那另外, 在2月18日到26日早上9点半到下午6点半, 将会举办健身班。 旧金山普提禅修的课程有, 2月18日到26日早上9点半到下午6点半, 举办为期八天半的初级健身班。 大家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 欢迎致电Milpeters的白连禅堂, 电话号码是408-843-1638, 旧金山普提禅堂的电话号码是415-665, 5136,我们广告之后见。